把它贴上,但是贴上,它不会帮你做一些颜色的变更 你可以怎么样呢,特别是我教各位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从 程式语言 里面找到一个什么,JavaScript 把这个 程式语法改成JavaScript 在Nordevite Plus Plus里面做开发,我觉得会比较 有一些这个样式出现 会比在JuneWeber里面来的好很多,这个是第一个 顺便补充一下 那这个Nordevite Plus Plus,从网络上也可以做得到 或者你们可以在我的云端上面 我印象中好像我有把它放在那个分享区里面 里面好像就有放一个这个 Nordevite Plus Plus的这个 压缩档 那这个是免安装的,你把它解出来之后,其实就可以用了 或者你到那个Google一下 这个叫Nordevite Plus Plus 这个这个应该如果有在 撰写程式的同学,应该对他应该不陌生 OK,第1个就是开发的 环境部分 那目前 在开发那个JQ Mobile上面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开发环境 目前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像Java还有一个Eclipse的环境,他可以 帮你做一些Debug 或者说自动帮你提示 或者说你程式有错误的话,你可以找出错误 但是呢,目前 开发这个JQ Mobile 一个很大的 问题,就是说 开发环境 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选项 我看过也有人用那个 另外一个环境呢,这边我们好像电脑里面有装 也有人用那个叫做 Visual Studio的这个 就是 Web Developer里面 也可以开发,不过我试了一下 他还是没有 Debug的功能跟那个自动提示功能 所以这个部分,我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工具 我是有看过 有人是用那个Eclipse来开发 那看起来的话呢 感觉 嗯 Debug的功能还需要再 再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 不过目前 如果你要看程式的话,我建议 用Notepad++来看 会比较 清楚一些些 比如说我今天 像我有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这个regional data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有没有看到 我把它选取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变数 它就自动怎么样 全部帮你找到了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他的变数的位置 通通都会显示出来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一目了然了 那你如果在那个ZoomView里面看的话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这个软体的话,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分享区 里面有这个东西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程式部分 其实 其实